德国广播电视联合会26日引述消息人士的话称 来自西方国家及巴西印度南非的外交官代表 出席了6月24日在哥本哈根举行的一场保密会议 报道还称 关于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正式谈判 最早可能在7月举行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茨克夫27日回应称 客公对此毫不知情 且未获悉所谓正式谈判7月举行的消息 根据德国媒体的报道 24日的哥本哈根会议是因乌克兰的倡议秘密举行的 西方国家旨在获取在乌克兰局势中保持中立的金庄国家的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 德媒的报道一开始称 中国代表参加了该会议 但之后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伊尔马克称 中国没有参加这一会议 欧洲动态网站27日报道称 这一会议有助于推进乌克兰倡导的和平峰会计划 中国曾受邀参加24日的会议 但没有出席 这凸显了乌克兰及其盟友 在建立真正的全球重量级联盟方面面临的挑战 报道称 乌克兰总统在林斯基提议 今年7月举行和平峰会以对格施压 但官员们表示仍有大量工作要做 会议日期最有可能在今年晚些时候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27日在回应相关问题时表示 在乌克兰问题上 中方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 核心就是劝和凑谈 推动危机政治解决 德国图片报27日发表 对匈牙利总理霍尔班的采访称 乌克兰已经不再是主权国家 因为该国和平目前取决于美国 乌克兰没有资金也没有武器 只能依赖援助继续战斗 而美国则决定着和平何时到来 据路特社报道 美国将于27日宣布对乌克兰 提供新一轮总额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